當這個政府喊出 他們要終結黑金 他們要贏回正義 我想要問的是 蔡政府有沒有看到 有多少民進黨的政客 有多少民進黨的權貴 不僅是跟黑道相互勾結 看到老大鞠躬哈腰 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也要幫黑道為事 陳志翰先生 我是現場指揮官 中正第一分局分長張家皇 這邊是集會有行進制區 這邊也是民眾同一群的道路 2016年5月20號的時候 我當時跟許多熱情的台灣人民 我們就是聚集在這裡 當蔡總統提到司法改革的時候 現場掌聲如雷 七年過去了 司法改革四個字不見了 但人民的痛苦沒有不見 人民對於司法的失望沒有不見 人民所面臨的是黑金 是槍毒 是詐騙 是權貴司法 是政客與黑道勾結 這七年你過得好嗎 我知道除了我之外 有許多人過得挺滋潤的 黑道幫立委買車租辦公室 打炸辦公室兩次 預算可以減踩三次 權貴犯法快速到外議間做爽牢 地方首長選不上 就到中央當官 遇到醜聞下台等風波過了 在體制內繼續低調撈 日前時代力量前立委 溫暖且富有人性的通識客老師 AKAYT超新星直播主黃國昌 與網紅館長陳之漢 以司法改革和居住正義為訴求 號召民眾7月16日下午2點上海道 舉辦公平正義就台灣遊行活動 昨日兩人步行至總統府前 遞交716遊行邀請函 邀請小英總統一同參與回應訴求 是時候該讓民進黨政府 聽聽前立院戰神奧米加袍教授的施吼功了 當這個政府喊出 他們要終結黑心 他們要贏回正義 我想要問的是 蔡政府有沒有看到 有多少民進黨的政客 有多少民進黨的權貴 不僅是跟黑道相互勾結 看到老大鞠躬哈腰 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也要幫黑道為事 陳志漢先生 我是現場指揮官 中生第一分局 舉辦長張家皇 這邊是集會遊行情勢區 也是民眾同情的道路 謝謝老師我聾了 兩個人加上一堆記者 還有警察到場舉求給國昌沙 以違反集會遊行法高舉違法標語 默然回首曾經高喊 要修改或廢除旗遊惡法的民進黨 已在燈火藍山處吃香喝啦 謝謝中正一分局的警察 剛剛依照了集會遊行法 對我們舉牌 我還記得喔 廢除集會遊行法 正是民主進步黨 當初在2016年的時候 執政的主張 2016年以前 民進黨政府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國會的席次不夠 2016年 蔡政府拜託所有的台灣人民 讓他們國會過半 他們國會過半 七年過去了 請問廢除旗遊惡法 到底在哪裡 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 時空背景早已不同 只有國民黨執政時期 集會遊行法才是惡法 民進黨執政不需要有人出來抗議 難道小英有親口說過 要修改集會遊行法嗎 未還真的有 我們民進黨執政的期間 因為我們也是從街頭起家 執政以後 千頭萬事 那有很多很多的政府 很多的事物 都需要我們花很多時間去處理 以至於有些問題 尤其是人權的問題 尤其是集會法的這個問題上就好 我們沒有給足夠的注意 修改或者是費用的集會法 那這個我們真的非常地抱歉 當人民以為台灣脫離了馬匾 結果接任的大小姐一樣在騙 這麼好用的法怎麼能費 2008年蔡英文主席道歉 簽下人權永久保固書 如今保固的只剩下笑話 2016年蔡英文總統候選人 選前置業在海道對於執政黨的批判 放到今天還是如此的毫無違和 現在我們站在凱達戈蘭大道上 在我的身後就是總統 過去8年在這個廣場發生了很多的事 野草莓運動的時候 年輕人在這裡主張集會遊行的權利 泰王花運動的時候 我們有50萬人在這裡 捍衛民主反對地下 但是人民的聲音不管怎麼大聲 到了凱道就停住了 我身後的總統府離廣場上的人民 只有幾百公尺的距離 不過總統府裡面的人 就是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政府無能 政府無心 政府無感 政府對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 這就是此時此刻 台灣人民富偏的感受 7月16日 7月16日 會補兩點尊時開始 全台灣最重要的事情 該請假的就請假 那要約會的呢 也可以一起來凱道上面約會 感受一下老師 現場咆哮和溫暖 寶寶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你知道嗎 老奧特斯歐每週至少都會有 一到兩部影片為黃標 自己收入自己救 現在趕快加入老天兒娛樂會員 每個月用不較1%在股市賠掉的錢 就能支持老天兒 自己做更多優質影片 也歡迎點選影片下方 超級感謝Donate 給予我們更多創作動力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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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倒數200天 又到了候選人端出牛肉 給民眾挑的時候 柯文哲的國政白皮書還沒上桌 福茂論戰就先開打 侯友宜一手拿出 郭董0-6歲國家養的支票 另一手滅掉幼兒園的火 而台灣價值充滿了候選人愛富 7天前也端出學費補貼政策 我認為政府應該有責任 去縮短念公立大學 跟念私立大學學會的落差 大家贊成嗎 贊成嗎 我贊成人家氣會不會 這個差距政府補助 五成以上 也就是2萬5千塊錢以上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要叫什麼 賴金孫表示自己是礦工家庭出身 了解打工貼補生活的辛苦 責任扛了7年 這不就又來扛了嗎 這次還找教育部一起扛 教育部回應與政府總統討論後 規劃定額補助私立大專學雜費 拉近公私立大專的差距 最快明年2月實施 預估有近60萬人受賄 2.5萬就是一半以上 50億上下 不會去爭取額外的預算 不稀釋我們現行高教資源 第二個不增加我們私立學校的負擔 全數有這個最快 在112的下學期 根據教育部統計 公立大專平均學雜費約6.2萬元 私立大專約11萬元 差距約5萬元 分數少了幾十分 學費多了幾萬元 1111學年的在學生裡 有21%弱勢學生需要助學補助 其中有近80%就讀私立大專 新推出的政策不一定有配套 但好理一定會加碼 教育部政府總統加上行政院長 他們想做的事 那就是四個字心想事成 緊接著行政院也表示 公私立高中職學費全面免費 擴大公私立大專弱勢補助方案 以及學代延長措施 希望使得台灣的教育制度 更加的健全 讓每一位年輕人 就能夠更公平更適性的來選擇 他所喜歡的學校和科系 對於這樣的一個構想 實際上行政院已經進入 西部的規劃 我們希望在下個禮拜 就能夠跟大家提出來 錢是從哪裡來的 是隨便出現的嗎 這一套16到22歲國家養權法不得了 大家都知道是撒幣 但是實在太香了 且看柯師傅侯師傅接招 柯文哲在臉書表示 這是最廉價偷懶的公共政策 其頭大撒幣 再度看到民進黨 在選舉十喊得正天價響 最後空歡喜一場 賴清德你也當過行政院長 早不提出晚不提出 那選舉突然做什麼失效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是防止失效倒閉呢 還是你要做補貼 你如果是說要做補貼 那一定要排富 不是所有念失效的 市立大學全部是窮人 選權最後一點 突然想到市立大學協會的問題 那想想看 之前畢業的同學們 現在還背負著攜帶 這些要不要蒐集既往 其實用這種大撒幣的方式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是要讓學生們 能夠快速的跟我們的產業來做連結 更提供一個穩定好的環境 讓他們找到就業的機會 也讓我們 因為兩岸和平能夠穩定下來 年輕的朋友 就遠離站場能夠進入主場 我們政府很有錢啊 馬斯克約戰組克勃 台灣全上還沒開打 現在又有人要加入鐵龍戰的行列 由特斯拉執行長 推特老闆 AKA我的美國爸爸馬斯克 對戰Meta創辦人祖克勃 是不是最精彩我不知道 但肯定是最貴的 這場鋼鐵人大戰蜥蜴人 充滿紙鈔位的對決 故事要從上週的一則推特說起 國際區塊鏈顧問公司創辦人諾法 推文表示Meta正打造一款 類似推特的新社群平台Sys 還順便湊了一下Meta 是間專門抄襲的公司 新鮮的耳一下水 果然成功掉到大鱼 馬斯克立刻在推文底下回覆嘲諷 地球人們都等不及 要沉浮於祖克勃的手指下了 還表示如果祖克勃可以的話 已經準備好要來一場鐵龍戰 我等了一個晚上就是等這個大場面的出現 兩個億萬富翁 不砸錢打科技戰爭 相約跑去打物理鐵龍戰 有錢男人的浪漫 就是這麼樸實無華且幼稚 祖克勃隔空接受對戰邀請 還要馬斯克安排時間地點 我昨晚跟伊朗和馬克聊天 兩位兄弟們都很認真 他們兩人都想做 馬克斯克勃隔空接著說 是他認真嗎 我問他 我不知道讓我問他 我問他 他問他 對我認真 這會是世界上最大的戰爭 你不必要在這場戰爭 你不必要在這場戰爭 大家都想看 51歲的馬斯克打拳不一定行 打嘴炮那肯定是爭第一 全賽一條龍安排的服服貼貼 地點選在拉斯維加斯八角龍 AKA USC終極格鬥冠軍賽的賽場 還加碼透露自己有一招必殺技海象 就是躺在對手身上什麼都不做 另一邊比馬爸爸年輕整整一輪 體型也同樣小一輪的祖克勃 在疫情接愛上巴西柔術 還在今年5月的錦標賽 獲得兩個組別的金銀牌 這場科技龍頭的交鋒 國際賭盤已經開出賠率 認為祖克勃的勝率超過八成 不過打在兒身痛在娘心 馬斯克的母親出來狂踩刹車 究竟這場奢華版拳上 會不會如其上演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追蹤訂閱老天鵝娛樂 隨時掌握最新動態